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米老鼠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影片是 世界奇妙物语之一,怀抱梦想的机器人 藤木是云云众生中的一条咸鱼 他有一份简单枯燥又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 日子过得单调又无聊 车间班长的大乐趣就是嘲笑他 藤木一直想当一名文化家 可是没有出版社,看得上他的画 编辑都嫌藤木的内容太平淡,不够刺激 但是在找对象这件事,藤木可是人生赢家 燕子漂亮的就像明星一样 还非常支持他,追求自己的梦想 在他的鼓励下,藤木无惧失败 继续做一条咸鱼,哼,男人 回家后父亲的行为特别奇怪 眼神死死的,告诉他母亲出去兼职了 藤木点点头,回房间继续画画 母亲回来后,走到房间看到藤木无所适事 气不打一处来,藤木忍不住和母亲发生了争执 猛尼一把把母亲推倒 藤木吓了一跳,母亲十分僵硬 就像经纪人一样,他想抱起母亲 母亲却突然掉了一只胳膊 这时藤木看到母亲的手臂上 一个检验出厂标志,他连忙去找父亲 父亲还保持着刚才的样子,双目无神 第二天,他居然正常去上班了 男主是没有脑子吗? 到了工厂,发现今天的一切都是昨天发生过的 无论是工厂还是出版社的人 他突然意识到,身边的这些人都是机器人 只有燕子还是正常的 他带着女友回了家,母亲已经不在房间 他告诉父母的情况,燕子根本不信他 在收拾房间时,燕子被玻璃划破了手 他对女友说,自己的父母都是机器人 离开藤木家之后,燕子收到一张宣传单 上面写着世界财团乌托邦背脊公司 宣传页上的logo和藤木母亲手币上的一样 第三天,藤木证实了班长也是机器人 周围的同事也是如此 他逃回家后发现,母亲奇迹般的复活了 父亲依旧告诉他,母亲出去打工了 更夸张的是,燕子竟然也变成了机器人 他在燕子的包里发现了宣传单 按照地址圈那家公司,前台把他带了一个小屋 屋子里有无数的人,他们都躺在一个透明容器里 身上插门管子 前台说他们都在自己的乌托邦世界 公司会制造机器人,代替他们现实的生活 机器人手帮上那个标志 是神兽,石梦兽 再次强调,这可不是猪 藤木先看了母亲的梦境 母亲的日常被美男包围 父亲做梦中,自己成了一个当红明星 藤木觉得,这些太扯淡了 想唤醒自己的父母 这时公司董事长出现,拿着一根剧情针管 想让藤木也进入梦境 在这危急时刻,岩子及时赶到 拿着藤木离开这个地方,镜头一转 岩子曾对藤木说过的话成了现实 岩子相夫教子,藤木的漫画视野一大获成功 藤木说,这种现实的快感是梦里无法得到的 幸福应该是出手可得的 可是女友却突然变得面无表情 告诉他这里就是梦境 藤木突然惊醒,意识到了事态的严峻 董事长万万图通过这种方式控制人类 让机器人统治地球 他一罐子送董事长去了梦中 又损坏了整个系统的核心机器 可是从梦中醒来的人们 却纷纷用忧愿的眼神看着他 他跑大街上,发现本机都是机器人 而这时,刚才被砸坏那个机器人说话了 本系统即将修复完成 看完影片,但还是要告诉大家 真正的幸福应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 梦中究是要醒的 好了,今天的米老鼠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视频的宝宝,记得点击关注哦